看一下比较详细的一个数字情况 首先来看到这边的 这边是在上市的 上市这边来说的话呢 它是开放先买后卖 所以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买的金额加起来 923.8亿 可是来看呢 卖出去的只有923.57亿 这样算一算 你还倒亏耶 因为亏了就有2300万左右 而且上面可以看呢 证所税啊 2.77亿 光是手续费就2.63亿 这边还只是上市的一个部分 另外我们来看看在OTC的部分 这是上柜啊 上柜来说的话 也是先买后卖啊 你看买的金额呢 是466.02亿 卖的金额是465.33亿 所以你花比较多钱再买 还是亏了 亏了6900万哦 这边也是 光是证所税 还有手续费的部分呢 加起来 已经是大约2.7亿左右 我们来统计一下啊 上市加上柜哦 到底花了多少钱 你是赔了多少钱 完全没赚到钱呢 来看看这下面哦 先会发现说 其实在散户的部分呢 合计已经亏了9200万了哦 而另外在庄家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政府的部分呢 他们是赚的啊 因为你看上面的一些 这个证所税啊 还有一些这个 呃 手续费啊 其实是证交税啦 证交税加手续费 加起来的话 在庄家的部分是大赚的 赚了8.12亿的部分 散户在赔钱 可是呢政府却在赚钱 所以当然说 开放这个现股当冲 政府是最大的赢家 那么剩下分析师 他们就赶快提醒投资人 他们说这个现股当冲 你要记得啦 把刚刚讲到的手续费 还有证交税的成本 通通算进去 而且哦有一个make up 未来看价格来选股票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会扩大开放现股当冲 政府做多台股 但这消息对股民 真实力多吗 最新统计 从今年1月6号 开放现股当冲以来 上市上柜股票 现股当冲 买进总金额 1389.82亿 卖出总金额1388.9亿元 也就是说股民亏了9200万 他当冲的成本太高了 那一般的投资朋友 他不会去算成本 因为他有手续费 跟税金的部分 股民惨赔 反倒是今年前两个月 政府证交税收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 其中现股当冲 收到的证交税 上市加上柜将近4.17亿 券商也因此赚进 3.95亿的手续费 我会建议如果要当冲的话 是以10块钱以上 而且是靠近10块的 或者是100块的 靠近100块的 或是1000块的就可以 细算一下 假如A股民准备100万 来现股当冲 他的成本 手续费加证交税 就要5850元 假如选择股价100元的股票 总共可以买进10张 每涨一档就能赚5000元 但这样还不够支付成本 要涨两档股民才能赚钱 但如果买到的股票是50元 总共可买进20张 成本同样是5850块 但每涨一档只能赚2000块 也就是说股价至少要涨三档 才能小赚150元 难怪分析师强调 想靠现股当冲赚钱 看价格挑股票很重要 三立新闻林宗宾定心感 看不到